中國在去年底完成的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 中共國家統計局原計劃在4月上旬公布 但至今仍遲遲未公布 英國《金融時報》4月底披露 原因是數據非常敏感 需官方內部踏成共識後才能公布 而在今年3月中旬 中共國家統計局曾表示 4月上旬會公布人口數據結果 但已到了5月仍未公布 對此美國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學者 李恆青對大紀元表示 原定4月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 遲遲不公布有兩方面原因 李恆青認為中共不敢公布數據 可能是因為普查數據遠遠低於官方的預期 也就是說中國的實際人口和政府想公布出來的數字 可能相差非常大有過億的差距 之前中共宣稱的中國人口可能超過14億 現在可能也只有12億出頭 為製造的虛價數字太大了 沒辦法公布 這些就是現在不公布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數據反映目前中國的政治博弈 有些人還繼續說假話 因為他們要所謂的建黨100年獻禮 如果出了這麼大的醜聞 這是一件要揹緊的事情 國民經濟戰略發展是基於可靠可信的人口數據 李恆青表示 剛剛制定的第14個5年計劃和所謂的兩個100年藍圖 都在建立人口不斷增長的數學模型上 現在發現人口不單沒有增長而是負增長 這樣制定的政策全部都是錯的 按照易富然人口結構分析 是一個不可實現的目標 所以 這次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不敢公布 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前幾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推行過程中 因為它與各方面的利益緊綁在一起 大家都在編造這個數據 將中國的人口變數得虛高 他說 現在如果將真實數據放出來 馬上暴風罩雨就要來了 所以他們會將經過調整的 也就是假數據擺出來 《大國空巢》一書作者 易富然認為 從2000年開始 中共的人口數據越來越不真實 其原因是存在人口數據嚴重腐敗 並用數據詳細揭示了這些腐敗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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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